其實 潔平在大陸上面工作過 那當時北京為了搞奧運 也是砸了很多錢 包括像水利芳 還有鳥巢 都是非常讓人家震撼 經典的一個建築物 我相信大巨蛋 如果好好蓋的話 它肯定也是一個台北市地標 也是過去這些市長們 如果你把大巨蛋好好蓋的話 不就是你的公機 不就是你的德政嗎 那為什麼我們的馬市長跟郝市長 他可以做出這個決定 讓柯文哲狠狠地打了巴掌 我當然希望大巨蛋能夠沒事 可是目前看起來 事情恐怕不單純 因為柯文哲最近決定要派 就剛才說的竹宗店 來做這個體驗 而竹宗店就是當時原本 要參與大巨蛋建築的這家廠商 所以中國時報是用 這個大巨蛋兇多吉少 但另外一個角度來看這件事情 真的你會覺得怎麼會有這種事情 剛才年華有講過 你在二零一年一月十一號 這個營建署就跟你說有問題 但是你到了六月二十三號不改 結果六月二十七號就發了建造給你了 春旗大哥 春旗大哥 這種事情真的也只有馬政府幹得出來 好政府幹得出來嗎 難道要看到老百姓真的發生火災 在地下被悶燒死 他才開心嗎 他們兩個信代已經解決這個問題了 前面的政府馬馬虎虎 後面那個想做好好欠這個豪兵 怎麼說了 你看光最近這個爭議 我一看就一頭霧水 柯文哲這個連政小組講說 這個是有關火災的和疏散的問題 是不是在安全上構成問題 遠兄他們怎麼回答說 我們這個耐政很夠 又不是在講耐政 而且耐政講的是土木結構 春旗大哥跟你說對了 這裡這樣講 對對對 沒錯沒錯 我們這邊講的事情是火災 他講的是耐政 然後火災的事情交給營建署 對 所以這個完全是不一樣的事情 那我是覺得說 我常常覺得這次 昨天今天看到拆彈 這不得了的事情 剛剛講說如果這個彈 還有沒有修改的空間 能不能改善 竟然已經上升到 要把這個彈整個拆掉 那拆掉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從根本上就設計錯誤 施工也錯誤 而且這個錯誤已經到了什麼樣 無法挽救 不可能再彌補 那只好連根拔起 所以我是覺得說 當這個柯市府放出這樣一個說法說 不可能會拆彈的時候 那我認為是要達到這種 有這麼嚴重嗎 我第一個反問 真的這麼嚴重嗎 如果是那我會想想 也時候有時候是不無可能 不過如果說這麼嚴重 是只是因為這個防災 或者是火災的疏散的問題 我還是聽起來怪怪的 我只是覺得說馬龍斌 不是這個 馬龍斌 馬龍斌 一開始我看馬龍斌 馬龍斌 這個地方我們真要問 是不是根本做巨蛋就是個錯誤的決策 更重要是把這個錯誤的決策 放在所謂的松淵這個地方 是錯上加錯 如果這個是的話 那我就要問好龍斌 好市府 你對於馬英九這個決策 你是心悅臣服 完全同意 覺得這個正確的 所以你就繼續執行 還是你一開始你也覺得怪怪的 要不然他前面幾年一直拖 拖拖拉拉拉不太願意做 到後面才加速 所以有好龍斌 如果這是一個錯誤的決策 你因為你黨內的政治考慮 你跟馬英九的權力關係 你不敢像柯文哲一樣 斷然就是該怎麼樣解決 是怎麼樣解決 該喊卡就喊卡 該猜就猜 那你只是在後面上 你在行政上盡量就配合 就會出現剛剛講 很多東西就非常快速通關 很多東西看起來都不合理 所以大哥你這樣講 也讓我想起一件事情 原本的大巨蛋 是在小巨蛋的地方蓋 而那邊的疏散是OK的 後來就蓋小巨蛋說 對對你把小巨蛋蓋是一回事 你去蓋大巨蛋 所以他就引進了這個 我們說的日本的團隊 後來才有遠雄出現 這好像跟台灣塔一樣 台灣塔以前也是先找了 這個國外的設計師 接著又找了這個第二個設計師 最後變本土的 就從金額就從80億 變成了200億 這個案子是不是又異曲同工之妙 難道這個政府可以這樣搞嗎 大巨蛋嚴格講是黃達州時代 那個說要當時職業棒球 開始在新大家有個蛋 脫過了這個陳水扁到馬英九 嚴格講這已經是冷了 第二個放在松淹 這個空間是不對 第三就算要放個巨蛋 你怎麼把旁邊這麼多的周遭 做措施全部趕進來 然後搞得現在不是裡面四萬人 連外面商場的幾萬人 全部都加進來 那再加上他把這個蛋型又修改 然後再在裡面施工 這個剛剛講說躲到地下室還是什麼 一大堆的問題 那現在已經變成是錯上加錯 已經到了不可回覆 所以我要問說這麼多一系列的錯誤的決策 真的只是無能嗎 還是有鬼 就是說你今天好龍斌明知道馬英九做的錯 你因為政治上的考慮 你要馬英九提息 你要為你的政治前途鋪排 你犧牲的該做為臺北市民把關的責任 好啊 那今天我是覺得說 他們在什麼馬王在那邊弄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馬英九應該揪出來公審一下 當初這個決策到底怎麼回事 才是我們最關心的 而不是說今天朱立倫把他鬥下來而已 如果今天馬英九是犯罪 早就該從位置上徹底的下來 關到監牢裡面去 所以我想從這個事情 小小的一件事情 反映了台灣過去長期在這種政策 決策上的很大的問題 好 那我最後要講 我一定程度同意遠熊講說 不要一直放話 可是遠熊你不要是否放話的時候 你是不是準備好 你應該說的行程到了 你要什麼完全配合都盡得起檢驗 所以我是覺得說 今天柯文哲這個市政府這個團隊 到底政策上要怎麼樣 涉及到拆彈 如果只是安全問題 真的不可解決嗎 還是這安全問題後面有更可怕的政商結構 如果是政商結構是個貪污問題 抓起來犯罪 把他抓起來 該沒收的沒收 公務人該關的關 這些商人該抓的抓 然後這個鋸蛋到底是換人蓋還是修改呢 要把它弄清楚 所以今天我聽到拆彈的時候我是嚇一跳 這個就是我還是一句話 已經到了無可挽救 不可能改善 那麼從根拔起 這個不只是硬體的問題 包括後面整個軟體包括決策 所以我說柯文哲你們不要留下太多含糊的空間 我最怕是什麼 然後來當談判籌碼 聲音喊得很大 然後媒體就經過一番施壓之後 他用這個東西來跟遠雄進行一種交換 施壓讓遠雄讓步一點 那如果這樣子 那你就玩了大家嘛 這根是不是涉及到拆彈 拆彈升到這麼高 我們要求你真的要拿出徹底的 根本的問題的癥結之所在 讓遠雄根本沒話講 讓前面的郝龍斌跟馬仕武根本無所遁逃 這才合乎市民利益 春吉大哥談到一個重點 沒錯 我們到目前為止 柯文哲市長所談到的事情是說 如果有貪污腐弊的話 就去找這個廉政委員會 但是就他來說 他只說政策上面到底大巨蛋要不要拆 可是剛剛這個春吉大哥這樣一提 的確啊 這個問題難道沒有貪污在裡面嗎 難道沒有腐敗在裡面嗎 難道沒有政商的關係嗎 黃朗委員你從這個議員 一路做到這個立法委員 你一定看過很多的政府的這種標案 你不會覺得很誇張嗎 從中央到地方七天就完成了 剛才年旺講 建造應該是台北市政府發的 結果台北市政府竟然沒有建造的這個檔案 你說神奇不神奇啊 我認為這絕對是一個大弊案 從這個招標的過程 還有整個案子要形成的時候 這個就是一個官商套利 官商勾取的大弊案 從這個50年免前立軍 10公頃開發案 文化體育園區只佔了33% 商業開發佔了67% 然後這個所謂優渥的容積力 然後所謂的更改大巨蛋的新建地點 這個看起來如果沒有政府部門在協助他 怎麼可能遠雄會吃得下這麼大的案子呢 另外剛剛所講的公共工程委員會 或者是營建署 或者是台北市的這個建設局 光是一個公共工程的爭議案 隨便一個審查至少都要半年以上 居然從大巨蛋那麼大 2萬人8分鐘要疏散的 這麼重大的案子 可以連公文送達 還有現場勘查 然後再發建造給建商 總共只有7天 這個如果沒有內神通外鬼 這個如果沒有利益輸送跟掛鉤 哪有行政效率那麼高啊 請告訴我哪一個案子 中華民國的營建署 或者是台北市的體育處 或者是台北市的建設局 有哪一個案子7天可以拿到建造的 不可能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我強烈的質疑 這個就是一個弊案 從這個剛剛所探討的這些問題 不管是他的這個避難室設在地下澳樓 不管是他的通道沒有連結 或者是他的牆壁突出會影響到未來的逃生 不管是他的動線不連貫 甚至在逃生的動線上還有大型的柱子 這個都會影響到逃生啊 然後設計當時逃生的檢驗2分鐘 8分鐘2萬人 現在一斤檢驗15分鐘 2萬人都沒有辦法輸送 對不起 這個不是只求償喔 他67%的這個商場 旅館 販售中心 還有電影院 還有辦公大樓 這裡面總共融融種種加起來 大概有6萬人以上 那你2萬人要疏散 還要到地底下2樓的避難室 2萬人15分鐘都不可能完成 那連商場的這麼多的這些顧客 人員要疏散的時候有辦法嗎 另外當時的大巨蛋的新建 是緊鄰光復南路跟忠孝東路 他是在路旁 忠孝東路 大概有12米寬以上 24米寬 那光復南路也至少20米以上 他的大巨蛋設計 原本應該跟小巨蛋一樣 就是他有兩邊大馬路 原始招標的這個企業裡面 他是緊鄰兩個大馬路 為什麼在你得標之後 你可以變更設計 成為把整個巨蛋往內移 然後把商場往外凸 那這個顯然壓縮了 大巨蛋裡面這些觀眾要逃生之路 所以整個遠雄成嵐的這個大巨蛋是弊案 而且他是漏洞百出 那現在我希望台北市政府 你不用再考慮什麼 請這個什麼竹宗殿來檢驗 以竹宗殿今天的檢驗標準 他興建了八個日本大巨蛋的經驗 這個絕對是不會通過 他們今天還請了什麼人來 你知道嗎 請了防災部長 他們的防災部長到了 他的防災部長不只是防止火災 他的防災是防止 日本是防止地震是非常專業的 他的地震如果你的係數沒有 據我所知日本的防震係數 比台灣的防震係數還要高 還要嚴格 他們大概要八個八級以上的防震度 以遠雄在這個巨蛋的興建 我看不出他超過八級震度 這樣子的結構讓他去檢驗 所以我是希望這個台北市政府 趕快啟動你的備案 這個大巨蛋已經是窮途陌路了 他經不起體檢小組的檢驗 這個是凶多吉少 以其你現在一直在浪費時間 不如趕快啟動備案 那未來是要拆半蛋 還是要全蛋全拆 我都支持 為什麼 因為人命關天 安全逃生 絕對不能夠打馬夫 一個人命都不能在這個大巨蛋當中 受到傷害 所以我們要用最嚴格的標準 來檢視大巨蛋 這些無良的商人 把整個商場 辦公大樓 販賣場 店裡面 作為新建大巨蛋 這個體育文化用地的最主要用途 把這個大巨蛋當成是一個複色建築 這樣子的心態 造成今天大巨蛋的命運 所以我是希望台北市政府要看清事實 人命關天 這個不安全的東西 即時我們打掉重做 我認為都值得 我看不只大巨蛋要拆掉 搞不好精湛交久 也要拆 因為基本上現在大型的運輸 根本就沒辦法再進行 不過我們還是回到大巨蛋 那麼回到大巨蛋裡面 我就要問一下 因為異議是律師 那麼今天柯P已經講了 他說如果因為現在 連日本的這個防災部長都來 真的好丟臉 台灣 台灣也是有這麼多部會 我們一年台灣的總預算 是一兆九千億 其中有一千兩百多億 是給一兆兩千億 是給這個 就是中央政府去花費的 是養像馬英九這樣的薪水 結果要日本的防災部 來看我們的大巨蛋 丟不丟臉 但是問題事情 說是不是丟臉 我跟大家報告 其實趙騰雄 已經辭掉遠雄董事長的工作了 他現在專注是在大巨蛋 遠雄大巨蛋的這個董事長位置 也就是說 其實在巧巧的去年底的時候 他們已經做切割了 也就是說趙騰雄已經不擔任 他的主體的遠雄企業的董事長 甚至把部分的股權 包裝到另外的一家企業裡面 他已經在做這個事情 是不是已經在做切割了 因為我們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如果大巨蛋拆了 那請問一下他對銀行的貸款要不要還 那大巨蛋會出什麼問題 這第一點 第二點大家知道嗎 自從大巨蛋完成之後 遠雄就開始從北到南 拿了一堆標案 還包括差一點就變成他的 就是瑞湖街花市的這個 我們說的這個雲端的大樓 什麼時候遠雄也懂雲端 所以這些事情難道沒有必案嗎 但是我們抓回到原點 這就是趙騰雄的相片 再看他一眼 但是我們回來一件事情 我要問一下易俞律師 那麼基本上他有沒有能耐 去做到重新的這個設計 那重新設計 第二件事他可以做到跟遠雄解約嗎 第三件事甚至他不跟遠雄解約 直接拆彈嗎 在法律上面他有這個能耐 尤其是像BOT的案子裡面 基本上大巨蛋走到今天這個地步 就如同主持人傑銘所說的 未來就是第一個要面對的 就是說到底有沒有可能去做 怎樣這個大巨蛋的重新設計 所以重新設計就是說 因為接下來這三月底 這個安檢就要做一個重新的 一個安檢的一個報告 那如果安檢沒過的話 沒過的項目是什麼 那以目前我們所看到的這些 這一次這個大巨蛋 他不符合安檢規範的 他主要在於說 他他把避難點放在地下室 而且他只能進不能出 然後他在通往地下室的通道 那因為在當時設計上 因為他增加了山產的範圍 然後把這個大巨蛋主體的建物的部分減少 所以他在通道他是減少的 那他因為通道 通掉減少 那也增加了一些給出來的一個條 那這些建築物就會放在那邊 所以這個就是焦點 我們明知道這個建築 譬如說以二樓來說 他多了一個條 所以逃很難逃 在地下室部分 他變成一個燜燒鍋 因為你只能靠這個所謂的 就是逃生道 這已經證明是有問題的 但是營建署代表中華民國的營建署 他也通過了給了建造這樣的事情 那也就是說 這是中央已經同意的建造 那麼柯市長他有辦法透過 就是你的安檢不過 直接要求他拆彈嗎 沒錯 所以問題就來了 因為安檢不過就會呈現出 因為他無法八分鐘疏散 無法八分鐘疏散的話 他這些變更設計 有沒有可能說這條子來刷照 那有沒有可能說好 看樣子沒辦法 因為他變成主體結構 對 他已經是主體結構 而且甚至當時候要求 我們甚至是說 你在地下室做這個安全疏散是不對的 你至少要有另外一個 可以通往到二樓頂樓的一個平台 說做第二個疏散點 因為如果這個火災是從地下室引起的 那大家要往那個疏散點吧 待會兒 剛才年望是說一鍋熱水 都把人當作餃子往熱水裡面丟 所以這個問題在於說 變更設計 我們現在想像上 已經不可能了 所以就大巨蛋走到了第二條路 就是說解約 那如果解約的話 依目前跟大巨蛋 法律訴訟不會很久時間嗎 解約的話 就是台北市政府 他現在隨時可以發動 因為在目前整個大巨蛋 在去年的12月28號 已經開始違約了 所以現在是遠雄的 這一個改善期間 照著今年的3月28號 遠雄沒有辦法具體改善 他所有的項目的話 台北市政府已經有權力可以解約 那所謂解約之後就會牽扯到說 是不是要把他買回 你現在就已經做的部分買回 那你現在 他是不是還可以條約說 他還可以要求不買回 然後直接要進行要求 這個遠雄 把他拆掉 也是可以這麼做嗎 這是第一個 這是第一個可以要求他全部把他拆掉 那全部拆掉的話 做了這麼多 那牽扯到後來遠雄 是不是還會提訴 提訴送去賠償的問題 這個在台北市政府現在來說 是比較棘手 那如果說一個半拆 就是說不要 那就不要蓋巨蛋了 把他變成一個露天的一個棒球場的話 那這樣的話是不是有可能可以實施 那以目前來看的話 半拆應該是比較正確的一個方向 這是我們判斷起來 那可是我們還是要講回頭 就是說到底這這裡面 中央跟臺北市政府 到底要負擔 怎樣的一個責任 沒錯 因為剛剛春藝大哥有講到 這裡面不是弊案 那什麼叫做弊案 沒錯啊 因為在2011年的時候 針對這些所有的一個狀況 2011年已經提出了檢討報告 跟他說你這個房 房災的 你這個書上的一個計畫 整個是沒有的 所以你限他必須要在六個月內 要提出這個檢討報告 結果馬上營建署 葉世文當當這個營建署長的時候 馬上在六月二十七號就發給他這個安全無餘的一個認可通行書 所以因為有這個認可通行書六月二十七號 六月三十號 臺北市政府就馬上發給他這個建造 那為什麼要這麼趕呢 為什麼要這麼趕呢 因為在二零一一年的七月二號 臺北市議會要求 就是二零一年的七月二號 臺北市議會要求在這一天必須要取得建造 否則就要解約 所以遠雄在當時的一個壓力下 他可能就必須要動用他所有的關係 那如果要動用到所謂的政商關係的話 葉世文就跑出來啦 葉世文的角色是怎樣 在林口的A7住宅 在巴德的河宜住宅 在這個新竹的這個眷改這三個案子中 就是葉世文跟這個趙騰雄 分別鎖匯跟期約 期約這個 那個期約鎖匯 拿了兩千萬跟兩千兩百萬 在今年二月二號 被葉世文被具體求刑了六十一年 趙騰雄被求刑了九年 所以他們基本上 他們已經是一個犯罪結構了 這部分至少在目前 檢察官已經充分認定了 那你再回歸到大巨蛋 這中間難道沒有任何的利益掛鉤嗎 在林口A7住宅就有 在大巨蛋就會沒有嗎 這樣子 律師喔 那會不會這個葉世文 就變成是馬好的一個切點呢 是啊 所以看得出來 現在馬好吧 所謂的事情都說我不知道嘛 所以台北 那還有天理嗎 台北市政府現在說 他這些當時的安全疏散計畫 都不見了 這個不見的故事就很大了 是不是 當時說有70公分 70公分這幾百頁啊 好幾千月怎麼會不見了 這不見的背後是不是掩藏著要遮掩多少公務員的一些犯法的一個行為 對我們再看一下畫面 其實主播這個導播打出這個大巨蛋的那個建築的樣子喔 那可是多少的民脂民膏啊 蓋了多少年的時間才蓋出那個樣子喔 你看這些架構 那他將來會變怎麼樣 不見是變半改怎麼樣 所以過去這幾年所有的這些花費 他就要變成是一個文子館嗎 這第一點 第二點喔 我們在討論這個事情的時候 再看一下喔 如果雙北潤盤後 柯朱要合體放天燈耶 意思說這個柯文哲左邊才講完說 大巨蛋可能要拆 右邊就要跟這個朱立倫 一起來放天燈 我不知道他放天燈是為了放什麼 放開心 放爽的 還是說美和氏需要朱立倫的幫忙呢 等會國動會有詳細的解讀